山东南篮这俩本土球员锁定主力内外双合承担冲击季后赛重任,在近期山东南篮在备战中,更多的是以分组对抗为主,其中有两名球员一直处于象征着主力一方的阵营中,而其他三个位置则是一直在变化,这与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磨合。 这两名球员一个是外线投手,一个是内线巨屋吧,他们就是山东南篮一老一小,两个宝贝哥打张庆鹏和朱镕镇,新的赛季朱镇将作为球队重点培养对象,以新核心的标准来打造,而老江张庆鹏也可以重新在球场上述立自己的微信,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已经确认将不会出现在新赛季山东南篮的报名名单中, 而他是选择提前退役,还是一年后再付出都是未知数,毕竟一名职业球员休息一个赛季,再来打职业真的太困难,这样一来山东队的外线,必须要依靠张庆鹏这样的老将来支撑起来,无论是他的经验还是能力,我们相信绝对没有问题。 近期的队抗赛张庆鹏也用一记又一记穿云剑,让球迷心中吃下了定心丸,下个赛季他注定是球队的外线核心,在内线方面山东南篮终于还是留下了国手陶汉林,他也会在近期选择归队,新赛季山东南篮的内线主要轮换为朱镕镇,陶汉林,莫泰和甲城四名球员, 吴克和潘宁将会作为第三阵容的候补球员,仔细斟酌陶汉林的微薄可以发现,陶汉林还是充满了很多无奈,他只感谢了部分领导,并不是全部领导,这也足以说明,是有一部分人,限制了他的发展。 如果陶汉林和朱镕镇在新东家希望集团的重用之下,绝对可以联手顶起山东南篮的内线,尤其是朱镕镇这边的新高度,不仅是山东篮球,的希望也是中国篮球的未来,可以肯定的是,新赛季山东南篮的两个核心以及舰队的主线一定是围绕一内一外一老一小张庆鹏加朱镕镇的模式打造,这两名球员上个赛季受困于各种原因, 原本作为大家很期待的两名球员,却沉寂了整整一个赛季,如今东下一主,他们二人有望迎来重生,我们也期待着他们两个人,能够带给球迷惊喜,期待他们可以联手帮助山东南篮实现冲击季后赛的目标,我们不希望山东南篮因为本赛季的动荡而沉寂,我们要在沉默中爆发证明自己, 这对于不少球员来说也是一个实现自身价值的好机会 感谢观看